欢迎收看黄金年代 人生如梦 回忆如风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喝酒看人品 酒后看性格 这段话说得非常在理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都无法避免要喝酒或者有爱喝酒的朋友 酒后吐真言和酒后耍酒疯 都是最常见的现象 摊上这样的朋友既无语又无奈 在娱乐圈中有一批酒神 他们明明不能喝酒饮却还非常大 他们借着酒劲干着疯狂的事 更是一个比一个离谱 有人酒后伸出咸猪手 有人酒后主动献吻 有人酒后亲姐夫 甚至有人因酒后犯哮喘而离世 如今已经过去十几二十年了 这些酒神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我们一起来看 1.张子怡 成龙和张子怡一起主演了电影《尖锋时刻2》 让他电影的清宫宴正好和成龙的生日是同一天 为了活跃现场的气氛 架着1.8万的香槟被张子怡当饮料一饮而下 现场气氛拉到最高点 张子怡的胆子也瞬间变大十倍 大哥走到张美女旁 问他给自己准备了什么回礼 在成龙生日之前 刚好是张子怡22岁的生日 成龙大哥送给了张子怡一条新型钻石项链 张子怡承诺在合适的机会一定会抱之一礼 而这天正好就是张子怡准备好回报的日子 只见张子怡大大方方回答 我就是这个礼物 随后张子怡丝毫不避嫌 在成龙脸上啄了五个口红印子 成龙指着唇印开心地说道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除此之外 现场还设置了互喂水果的游戏 张子怡一手拿着葡萄喂到成龙嘴里 又用手接住成龙谱出来的葡萄籽 这一幕恰巧被拍了下来 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卧府藏龙》上映后票房不错 梅艳芳在颁奖典礼上问周润发 内地女演员怎样时 周润发回答 内地女明星听娇听话 什么都肯做 例如接葡萄咯 周润发的一番话令梅艳芳一失欲塞 很快周润发的葡萄梗就自动入耗当年张子怡和成龙的葡萄事件 如今嫁给汪峰的张子怡事业蒸蒸日上 家庭也幸福美满 但这一段黑历史依然是张子怡最不想回忆的一段往事 2.曾志伟 甭喝避醉的曾志伟被拍到曾志伟醉酒的照片已不计其数 而他的酒友们也都非常喜欢拍他喝醉酒的亮照 谭永林庆祝入行40周年时 曾志伟意气相挺 主动帮谭永林挡酒 结果却醉得不省人事了 最后却被好友以猪鼻的方式和观众打招呼 曾志伟的人员是出了名的好 出席婚礼 生日 各种庆功宴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苏永康和冯翠珊结婚时 在香港尖沙嘴周济酒店宴请亲朋好友 然而离场时发现曾志伟已经醉到呼呼大睡了 参加刘嘉玲49岁生日时 曾志伟被酒店保安用轮椅推到停车场 这几次看来曾志伟喝醉酒的特点就是睡觉 然而在一次酒会上曾志伟负责主持 他舔了几口后就上台主持 在台上说着说着 曾志伟突然走到女演员邱凯敏的身边 在邱凯敏不知情的情况下 曾志伟的弦猪手就伸向了邱凯敏 吓得现场的工作人员赶忙拦住他的行为 正当所有人都关心邱凯敏的时候 曾志伟却趁机快步追上曾华倩 然而曾华倩的性格不像邱凯敏 他一手甩掉曾志伟并给了曾志伟一巴掌 如今的曾志伟69岁了 更应该以身体健康为主 别再继续这种酒文化了 3. 纳英 纳英在歌坛中算是一个有声望的人 她的专业能力也是相当了不起 而她的情商却是令人担忧的 在一次晚会上 林志伶分道和纳英一桌 林志伶起身拿了一杯酒去向纳英问号 纳英以为林志伶要敬酒 于是纳英一眼而尽 可把眼前的林志伶看呆 林志伶的本意只是出于礼貌打声招呼 没曾想真的去喝 所以纳英喝完后 见林志伶杯中酒一滴味饮 顿时被欺诈了 纳英露出不悦的表情 打量着林志伶 你装什么装 纳英觉得自己一口闷了 她却一口也不喝 很不给面子 纳英说道 林志伶你可是在北京 你不喝的下场是什么你知道吗 见气氛不对 林志伶的经纪人洪伟明赶紧过来帮林志伶解围 纳姐她不能喝酒 此言令纳英更加火大 直言纳伟明你闭嘴 随后她扭头继续逼问林志伶 你喝还是不喝 紧接着王妃的经纪人邱黎宽 也站出来帮林志伶求情 纳姐怎么了 人家又没有让你喝酒 纳英不听众人的劝直接撂下最狠的话 无奈之下 林志伶只好端起酒杯把酒下肚 几秒钟 林志伶就圆形毕露 全身红肿 显然是过敏症状 酒会之后 纳英被骂 人设也开始崩塌 从那之后 纳英很少传出喝酒的消息 小S喝醉酒经常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醉酒后小S会见谁就亲 不管对方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大S的前任蓝正龙也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 一次蓝正龙和小S喝得酩酊大醉 小S突然向蓝正龙要亲亲 而蓝正龙也并未拒绝 回应了小S的要求 要不是刚好碰上母亲 不知两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仅如此 喝酒后的小S在深夜给蔡康永发过40条语音信息 一边哭一边说 根本不理会人家有没有在听 还有 小S曾在半夜喝醉酒后给胡哥发微信 胡哥没有及时回复他 却被他拉黑删除 小S的行为令蔡康永非常难为情 因为是他推荐的胡哥 除此之外 小S喝醉酒的事甚至多到可以拍成一部连续剧了 5.舒奇 冯小刚指导的《非诚勿扰》的《杀青宴》上 舒奇 姚晨 王硕 葛优等人一起参加 当晚 女主角舒奇非常的开心 辛苦了几个月 终于解放了 兴奋的舒奇 几杯酒下肚 舒奇开始走路摇摇晃晃 面红耳赤 语无伦次地说话 喝高了的舒奇给王硕来了一个爱的抱抱 整个人都要挂在她身上 一边抱着一边猛亲 旁人都拉不住 舒奇在醉酒后甚至把自己的一些私房照片分享到网上 舒奇虽是风月女性出身 酒后露真情这种阵使她见多了 这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 后来的舒奇发誓要戒酒不能再喝那么多了 如今的舒奇已经是金马奖影后了 6.柯寿良 柯寿良 台湾歌手 演员 特技演员 导演 被称为亚洲第一飞人 她的一生有着太多的传奇 飞越死亡谷 飞越长城 飞越黄河 一生中最看重的是对朋友之间的义气 张学友 刘德华 曾志伟 洪金宝对她赞不绝口 在柯寿良去世后 他们承担了柯寿良葬礼上的备用 并承诺帮她养妻儿 然而柯寿良有一个爱好就是喝酒 闻到酒总忍不住喝 谁劝都没用 1998年 吴宗宪和刘德华在录制《笨小孩》时 喝醉酒的柯寿良直接闯进了录音棚一起录制 三人当中唯有柯寿良不是专业歌手 但柯寿良的洒脱成就了这首歌 遗憾的是 2003年柯寿良在上海因为酗酒引起哮喘并去世 年仅50岁 他的离世令人惋惜 然而去世不久就有传言说 他因为纵欲过度而死 因为生前他与模特谢东娜在传悲闻 谢东娜为了证明清白 表明在柯寿良去世前两人并没有见面 柯寿良的一生偷写了很多个传奇 留下了很多经典 若不是因为爱喝酒 也许大哥至今还健在 1983年 林正英31岁 演艺事业刚步入正轨的他 一随之迎来了甜蜜的婚姻 林正英的妻子名叫郑冰冰 婚后为他诞下了儿子林家药 女儿林世瓦 遗憾的是 由于林正英经常外出拍戏 夫妻俩聚少离多 婚姻只维持5年 便宣告结束 离婚后 林正英虽然获得了一双儿女的抚养权 烦心事一随之而来 彼时他一边要忙于工作 一边要忙着照顾孩子 累到身心俱疲 也是从那时候起 他为了消愁姐妹 而爱上喝酒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兜兜转转间 时间来到90年代中期 1995年 林正英已经43岁 一个大男人独自带着孩子 身边又没有个知冷知热的红颜知己 生活枯燥无味 生活里 他是一位不善言辞 郁郁寡欢之人 因此并无几个说得上话的真心朋友 正是内向性格所致 他把酒当成了至交 所有烦心事在酩酊大醉后马上忘得一干二净 长期酗酒和劳累让林正英患上了肝癌 于1997年11月8日傍晚 林正英因肝癌晚期在九龙盛德乐撒医院与世长辞 年仅45岁 8.张学友 1985年 张学友推出了首张专辑Smile 以新人歌手的身份 他的唱片竞买出了20万张的惊人数字 整个香港娱乐圈威之震惊 可惜好景不长 香港乐坛迎来了最火热的谭章争霸时代 校长谭永林与哥哥张国荣 二人基本上垄断了大大小小所有音乐奖项 张学友的事业饱受佳击 唱片销量激速下滑 1988年初的那张《昨夜梦魂》中仅卖出2万张 原本年少成名 事业爱情双丰收 却忽然经受这样的打击 张学友的心态完全崩掉了 一时间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 他开始逃避现实 酗酒买醉 那段时间里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性情暴裂 张嘴就骂 各种负面新闻随之而来 那年梅艳芳的生日会 张学友一时玩性大发 将蛋糕点到梅骨脸上了 却被港媒督转成张学友酒后失态 大闹梅艳芳生日会 此新闻一出 张学友声名急转直下 他自己都说 那段时间去公园 连小孩都指着他说 你不是好人 但他的女友罗美威依旧对他不离不弃 有洁癖的他一直帮他清理呕吐物 给他服上热毛巾 细心照料这个罪汉 没有半分嫌弃 为了帮他戒酒 罗美威提出分手 这才让张学友幡然醒悟 在我最潦倒的时候 我看到了美威对我的真爱 真正爱你的人 怎么会舍得在你最需要帮助时离开 看到张学友决心借酒 罗美威又回来陪在张学友身边 少喝酒等于攒寿命 再名贵的烈酒 喝多了也会伤肝 再名贵的香烟 抽多了也会伤费 余生很贵 人生苦短 少喝点 喝好点 饮酒适量要牢记 春香好酒莫贪杯 过量饮酒 人义醉 饮酒适量解疲惫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咱们下期视频再次我订阅 请 outsetala Local